大家好,我是冯小厨 今天我们做番茄豆腐汤 首先我们切一点大蒜 备用 还有葱花 准备两块嫩豆腐 撒入葱姜蒜 适量黑胡椒 适量淀粉 用汤匙 给它碾碎 最后打入一个鸡蛋 然后开始搅拌 搅拌至粘稠状 就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锅中油温5成热 挤成椭圆状 下去炸 炸至金黄色 中间凸起 这样子就证明已经炸好了 把它关火烙起来备用 颜色非常漂亮 吃起来也会感觉口感非常好 锅中倒油 下入葱姜蒜爆香 倒入提前切好的番茄 炒至软烂 倒入一碗清水 喜欢喝汤烈的朋友 可以多加一点水 下入适量盐和鸡精调味 最后放入我们炸好的豆腐 然后盖上盖子 煮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朋友们有空的话可以试一下这个教程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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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